要把這個地先整好 因為你看那個高高低低 其實滿多小朋友會跌倒 一鎮公園 市民廣場 附地廣大 是民眾休閒散步的好去處 但仔細看地面 雜草重生 高低不一 一旁還有植栽灌木 許多民眾想要在草地上休閒 都有這樣的感受 可是雜草的話 那更糟糕 就是根本沒有人敢上去玩了 步道一旁的雜草最高有一公尺 草長得又快又急 市府每年要管理 維護相當不容易 體育場沒有辦法運動 大家都隨便跑到什麼地方運動 這個地點 跑步運動是很好的地方 所以改建那個草皮 這個是很好的 整塊做起來 人會很多上來這邊運動 市議員陳寅協同議長同志委 邀及的市政府都發處等單位會刊 也將廣場上種植巴西地潭草 讓原本雜草的公園變成可以踩踏的綠地公園 我們這邊所有的運動的民眾都希望能種巴西地潭草 以後大家可以坐在地上野餐 或者是坐著看露天電影院 這個小朋友可以 這個學校的老師 幼稚園的小朋友也來這裡 就是跑啊跳啊 在草地上 這個是全基隆市唯一的 獨一無二的一個最平坦的草地 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個市政府可以重視這塊 趕快把它弄起來 義徵公園這邊呢 從清晨一直到傍晚 都很多喜愛運動的民眾朋友都來這邊休息 或者是散步 然後這邊的民眾的訴求就是希望綠地 就是除了綠地以外就什麼都不要 就是像一些高的草啦 或者是一些花啦 那些都不要 他們是希望有綠地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那個獨法處的協科長 還有我們的同議長 一起來到現場來看 儘管是下著雨 其實來這邊很關心的民眾都很多 那如果是好天氣的話 那是更是不得了 很像菜市場一樣 那希望他們就是有一個好的環境 可以來這邊運動或者是休息 我們現在其實是雜草重生的狀態 那個是雜草 所以自然生長 那就像一個野孩子一樣 我們希望在這個時代的需求 它是一個有條有理的一個環境 那我想這個時代 也有非常多的這個民眾 喜歡這個大自然的草皮 讓它很舒服的感覺 那我想我們市中心 非常有難得的一個空間 可以讓這樣的場域可以更好 那這邊涵蓋了中正 信義人愛 非常多的居民都會在這邊運動 那過去呢 大家只在會有一個 做一個一些藝術的這種造型的這個 那我想這個維護經費上面 也非常的驚人 我想市政府維護也不易 所以如果讓從善如流 讓我們在地的居民可以滿意 他們也維護方便 我想對市政府 對居民來說是一個雙贏的 其實的確這個地方 我剛剛看大概有一公頃 那的確是我們市區裡面 少數可以供大家休息 運動 散步的一個好的地方 那當然現況上的一些草皮 它的發草比較快 那可能就是需要長期定期的去維管 那這個維管費用可能也是蠻高的 那當然市民好朋友也建議說 如何在這個草的這個品種上 也可以有給我們一些建議 讓他未來可以重新做一些規劃設計 然後參考地方民眾的意見 然後來做一個優化 那我相信這件事情 對這個地方的發展 或者是我們公園的這個 進一步的這個優化都是有幫助的 那我期待就是說未來的確就是說 因為現在大概就是大家只能在周邊 做一些散步啦 那這個草皮裡面的運用 可能就比較少 因為它的草發也比較高 那有時候帶小朋友來 也擔心有一些蚊蟲或什麼的 那這部分可能透過這些草皮 重新的優化以後 那以後大家可以來這邊野餐 那我相信對我們基隆 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新的休閒的 或者是民眾活動的一個好地方 經過現場會刊 市政府都發處決定重散如流 讓一陣公園市民廣場成為民眾 親自休閒的好去處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請不提議 請不提議 好 請不提議 請不提議 請不提議